现代人工作忙碌 一忙起来三餐不正常 如果腹痛的部位在肚脐以上 而且充满灼热胀痛感 甚至静燃的现象 就可能是因为胃酸过多而导致胃发炎 此时如果贸然进食 不适感反而会加剧 如果说完全没有食欲的话 尽量不要再吃东西 可以采取进食的方式 让胃得到休息 第二个如果恢复饮食的时候 尽量是等胃有饥饿感的时候 再来吃东西 必要的时候应该要请教一下医师 但是尽量避开酸甜咖啡因酒精辣的食物 因为有时候长期的上腹痛 它有时候根本就产生了胃溃疡 甚至有些更恐怖 有时候是胃癌 医师也提醒 长期的上腹痛不可以轻忽 有时候胃部已经产生了溃疡 所以更严重的可能是胃癌 民众如果有疑虑 应该尽早做胃镜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